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啊 是我 我 哪ู้ 谁 这个 我 里gest Base 剐 剐 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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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那是大门发出的想事 别害怕 这个房间太小了 两个人待着会很闷的 还闷吗 谢谢 我就住在隔壁 有事的话随时叫我 晚安 等等 你能不能 稍微 好 我留下来 我什么时候让你留下来的 我说的是那个风扇 杀了这个 杀了这个 我就在这儿 别害怕 还想听故事 是 又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吗 我可不想再听了 这次不是女孩 是男孩 火柴又要改卖小男孩了吗 不错不错 这次不卖东西 是讲男孩追星星的故事 追星男孩吗 那很少见 这个男孩 住在一个常年阴雨的小山村 这个村子很难看到太阳 更别说星星了 更别说星星了 但男孩忘不了 某个晴朗的深夜 他看到过一次星星 星星的光芒如此闪耀 男孩被深深地洗液 天亮之后 男孩决定离开村州 去寻找那颗星星 骗人的吧 星星能闪到哪去 男孩的家人也是这么说的 他们说男孩肯定是眼花了 这个男孩急了 他告诉他的家人 他看到的星星 就跟家门口那颗繁星花是一样的 这束繁星花 是男孩记事以来就长在门口的 听到男孩的话 繁星花像是听懂了似的 在风中摇曳着 但他不会说话 没法给男孩作证 于是男孩按下决心 既然村里看不到星星 那就去能看得到星星的地方 男孩想沿着乌云的边缘走 这样总能走到尽头 但男孩不知道 为了找到云的尽头 他翻山越岭 可是不管他怎么走 那朵乌云总是在他的头顶上 每当男孩累了 山间的花朵 就让他想起家门口那颗繁星花 想到那个看到星星的夜晚 所以他不能放弃 然后呢 不管这个男孩再怎么走 始终都走不到无影的边界 可就在某一天晚上 他闭上眼睛 那组繁星花 突然就出现在他人眼前 那是发着光的繁星花 和那天看到的星星 一模一样 她就像大清晨有点免费 以苏主发的未知 更低胀 减大面 神明四日 明云的眼睛 女孩对着 全于大清晨 摇晨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烦心话 浪费了一年的时间和感情 讲个故事就完了 讲个故事 你说说你 人家在你身边呢 你嫌烦 人家走了呢 你又不乐意了 你就做人还真难啊 我姐啊 咋了 他又跟我姐夫闹矛盾了 看路 这怎么还上手啊 你管人家跑不跑呢 人来都来了 不是为了你 还能是为了谁啊 这又是英雄救美 又是雪中送泰 多浪漫啊 就是因为是这样 我才更需要冷静好吗 我觉得这就是吊桥效应 在最危险的时候 恰巧碰到了失以元首的熟人 把心软当成心动 那可就不太好了 哎呀 这是心动 还是心软 你能分不出来吗 再说了 这锥漆火造成呀 那我可是太 太期待了 呃 我还有点事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观众